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防常在心 健康不扰心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柳儿姐养生房 我是柳儿姐 事实上真正的养生高手并不是指那些名贵的中草药材或者是保鲜品 而是我们身边一些非常普通的食材 比如呀 补补杂粮中的小米 那小米熬成的小米粥呢 营养呢 十分丰富 那有代参汤的美称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小米有什么功效 第一啊 是对脾胃虚弱或者是经常腹泻的人呢 小米啊 具有很好的补益作用 那搭配山药 莲子等等一起熬粥呢 强健脾胃 温中止泻的效果呀 更好 那经常呢 胃口不佳的人呀 还可以选择将小米加糯米呢 放入猪肚后 一起同煮而食用 现在呀 不少人呢 都处于长时间的高压下 难免呀 会感觉到疲惫 其实呢 要想减压呢 喝小米粥啊 就是一种简单的方法 因为呢 小米呢 不仅有养胃的功能 还能够助眠安神 对于缓解压力紧张啊 是很有效的 所以呢 晚上睡不着觉啊 不妨多喝点小米粥 不过呀 小米的蛋白质营养价值虽高啊 但是不够全面 所以呢 不能够完全以小米为主食 那熬制小米粥的时候啊 不妨加入一些红豆 绿豆 花生豆 红枣等等 那 营养更全面 那还要注意的是呢 因为小米性粮 那 虚寒体质的人呢 要少吃小米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关注我们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